这只幼小的熊猫是今年9月8日在北京动物园出生的 它是世界上第一只用人工生的妈妈 并拍下了一些有趣的镜头 小熊猫刚生下来的时候 体重只有一百二十多克 满月那天是一千二百二十五克 六十九天时已经有四千二百一十五克重了 这就是小熊猫的妈妈 它叫娟娟 当它的小女孩接受例行的身体检查时 它心神不宁作例 娟娟在它身上曾经花费了不少心血 小泥 又让 Doesn't 扶桥 和李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